我们做平安吊饰的材料有白胶、剪刀、牙签、打火机和一条细的绳子 原本的材料是红绳、一个正的平安卡 还有两个一半的平安 还有一颗大的猪猪、六个小猪猪跟一个净丝卡 第一个步骤 我们先把一半的平安卡先上交 如果你第一次是放在右边 好,这样跟它对齐 那反过来 你也要粘在它的右边 这样子你撑开的时候 两边才会对称 好,这样子动对动,然后字对字 好,这个第一个步骤我们上交的工作完成 接下来我们要先把一颗大猪猪穿过两条线 再利用这个绳子把它穿进去 好,现在我们穿过一边 然后再利用这条绳子 再穿过猪猪 因为这个大猪的洞很细 所以利用绳子来穿 会比较方便 好,现在我们把猪猪猪穿过去了 好,这样子 好,接着我们拿起 我们刚刚黏好的平安卡 从这个地方穿过去 两条绳子要一起穿 好,这样子 大概留大概一公分的位置 这边留一公分的位置 好,现在我们把平安卡穿进去之后 右边这条绳子绕到左边 然后原本在左边的绳子绕到右边 然后拉到前面 好,这样子两个绳子就打一般的结 好,这个步骤完成 好,因为为了方便 我们边的时候方便 我们等一下要把它反过来边 接下来我们打平结 好,右边的绳子拉过来之后呢 左边的绳子压下去 然后从这个洞把它拉出来 然后两条线一起拉 然后你要把这个平结往上推 推到猪猪的这边 让它猪猪在底下 然后平结往上推 好,你有没有看到这边有一个小小的半圆 好,接着我们打另外一边 同样的方法 左边的绳子拉过来 然后右边的绳子压下去之后 再从后面这个洞拉出来 好,我们两个平结出来 这个第二个平结出来 然后继续一样的动作 把它打到这个猪猪的部分 好,然后我这样可以打快一点 好,我们打完到了这个大猪猪的这边 好,这样就可以先紧束它 然后这样子剪掉之后 好,利用打火机 把这个线烧一下 然后压一下 它的线不会跑 好,转过来这边一样 剪掉 然后打火机烧 好,压一下 好,刚刚我们剪下了两条线 然后选一条线 对折 然后穿到这个平安卡底下这个洞 穿过去 然后就是一般的这种穿法 好,穿过去之后 然后我们再穿上两颗猪猪 平行的穿入它 好,我们两个小猪猪都已经穿入这两条线的中间 好,最上面 好,最上面 然后我们拿一张静丝鱼 按照刚刚穿苹果吊饰的这个步骤一样 这样穿过来 留一公分 这边一样留一公分 然后按照刚刚的动作再来一次 好,刚刚的绑法就跟这一边的绑法一样 好,然后我们把多的绳子剪掉 好,一样压压它 好,刚刚还有一条绳子 记得吗 一样对折 然后取中间的中心点 从这个地方穿过来 一样的穿法 好,然后我们还有四颗的小猪猪 分别 一边分别穿入两颗 好,我们现在两边各穿入了两颗猪猪 然后这边已经完成 然后这边的做法就是 在最后的地方打一个结 然后一样用打火机 把后面这个须须烧一烧 让它不会拖鞋 好,压压它 好,这样子我们的平安吊饰就完成 当你与对方别人结缘时 记得把它往中间的部分压下去 好,这样子 这是一个立体的平安吊饰 好,好,谢谢 谢谢观看